1月9日进行的一场CBA比赛 北京首钢男篮88比99不敌广夏男篮 而在本场比赛中 发生了一件还算是比较奇葩的事情 从现场来看 事情发生在第四节 场边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 从现场视频回放 可以听到场边媒体席的一位女子 和北京队的翟小川朱燕熙发生了争执 火药味比较的浓烈 双方的情绪也都很激动 随后该女子被工作人员请出球场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 根据著名记者贾磊的透露 据现场记者透露 一位坐在记者席 正见为吉林省兰协的女记者 公开大声辱骂翟小川 并因此和朱燕熙翟小川发生争执 这才导致了比赛的中断 而就在刚才疑似当事人的女子 在社交媒体上连续转发和原发了多条博文 进行了回应 到底是谁在骂谁呢 从该博主的认证来看 看上去也确实是 从事媒体行业的记者 他先是转发评论 这到底是谁在骂谁呢 我也没弄懂 CBA联盟规矩都遵守了 过来让我出去 我为啥出去 难道国家队队员就可以比赛中间 跑到记者洗脸记者出去吗 接着他又分享了一位网友他发的信息 蓝姐我在现场看到了 给我气完了 球员竟然骂人 咱不和他生气 随后又进行了总结 写了五条 大致意思就是 没骂人作为篮球运动员 在比赛场上产生情绪 烦请自己消化 不要迁怒于人 更不要因为粉丝 规模大攻击 伤害他人等 传女记者辱骂翟小川 疑似当事人 到底是谁在骂谁呢 真是愈演愈烈 胡耀卫十足啊 小编觉得 具体谁对谁错 谁先骂人 总而言之 如此事情发生在CBA赛场上 也着实有些够奇葩的 你觉得呢 对方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